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在质疑乌克兰军队拿军援却没有匹配表现的声音就出来了 对于这一方面 在基辅说还需要更多的武器才能够打出在华府所期盼的战果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欧洲方面的官员表示 乌克兰的大军反攻的头两个礼拜在战场就损失达到20%的武器 在这当中有许多都是西方援助的名战车 还有之后几个礼拜才把战损降到10% 让乌克兰可以得以保有还能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余力 另外在华盛顿邮报则认为 乌克兰反攻的一开始 本来要以装甲纵队图穿俄罗斯的军队防线 不过遭到对方的火炮 还有反战车飞弹等等的攻击 所以在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先机 不过在现在 因为乌克兰拿了那么多的在国际的军事方面的援助 武器方面的帮助 在成绩的表现上面却不如人意 所以传出来 在现在对于乌克兰的表现 已经有批评的声音出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美国 日本跟韩国的领袖 现在已经敲定了 8月份会议在美国会面 拜登总统在今年5月 在日本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G7峰会上 就邀请过尹锡瑞和岸田到美国会谈 现在已经确定 三个国家的领袖会在8月18号 在美国马里兰州大卫营 举行领袖峰会 那么拜登今年5月也曾经赞扬尹锡瑞和岸田 是勇于改善双边关系 三方伙伴关系也因此更加强劲 另外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清点的外交部长秦刚 已经超过三个礼拜没有公开撸灭 相关的揣测甚嚣陈上 而在美国的媒体则报道 中国最高外交事务官王毅向美国方面表示 秦刚是因为健康原因而缺席 并且保证双方高层接触将会持续解冻 因为秦刚已经超过三个礼拜 没有公开的行程 没有露面 缺席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不论是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 围绕着秦刚现在禁欲的猜测 是到处飞到处有洋 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形 也正逢中美两大世界强国 试图重启双方之间高层交往的脆弱时刻 那么在知情人士表示 王毅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7岁的秦刚缺席是因为健康原因 而这与中国外交部的公开解释是一致的 王毅对布林肯则表示 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日前被问及 秦刚缺席外长会议时 他表示布林肯和王毅会晤时 也表达了希望早日见到秦刚的良好愿望 另外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凯瑞 近日访问中国 两大国重启气候问题的会商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突破 中国学者则说 这是因为中美看待气候问题的立足点不同 美国方面认为气候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方面则是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待气候问题 接着看到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市政府将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 要发放传单了 要告诉新抵达的移民 考虑一下其他的城市吧 纽约市并且要限制寻求庇护的成年人 只能够待60天 因为纽约市长表示 收容所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民主党籍的市长亚当斯的办公室 在昨天发布了声明 表示这些发放的传单将设法 在边境打击假讯息 纽约市说 由春天以来已经为9万多名的移民提供服务 数千名的移民还搭乘了我们德州州长 Greg Abbott派遣的巴士抵达了纽约市 这位共和党籍我们的市长也正在 我们的州长他正在设法要把接纳移民的负担 转移到民主党的这个州份去 那么现在亚当斯则表示 纽约市打算要在边境发放传单 凸显移民前往这座美国金融中心时 会遇到的包括了住房食品和必需品的高昂费用 所以要告诉这些移民 呼吁他们考虑别座城市去移民吧 另外在这里也看到纽约地铁主管机关 在昨天已经决议了 单程票价将会由现在的两块七毛五涨到两块九 一改多年来为了吸引乘客回流 而暂停往上调涨的做法 它的目的呢 当然是要改善在纽约地铁的这一个财务的状况 下边我们来看的就是跟科技相关的 苹果公司现在正在开发一款人工智慧工具 而这款AI的工具呢 和OpenAI的ChatGPT和Google的Bart是类似的 而因此消息透露了以后 苹果的股价就文讯一度上扬了2% 攀底了它记录的高点 另外呢则看到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 在财报当中显示在打击订户共享密码之后 它的订阅量往上增长了将近600万 不过也因为第二季度营收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让这个外界在金融界是有点失望 所以它的股价也就因为这个原因 虽然订阅量增加 但是底股价却往下跌了 接着看一下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在昨天说 在市场动荡时期 他会再次的调降电动车的价格 马斯克向其他车商发起了全面的价格战 也压缩了特斯拉自身的利润 特斯拉已经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市场多次降价 并且采取提高折扣等机率措施来减少库存 希望能够借此应对竞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好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看一下和健康医疗健康的方面 现在则看到就是研究人员最新的研究里边指出 体内有特定基因变异的人 COVID-19确诊却不发病的几率会比其他人高出数倍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在现在研究方面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厘清 为什么会有人离病是确诊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症状出来 没有任何不发病 那么研究人员现在把目光投向 扮演人体内识别对抗病原能力关键角色的人类白血球抗原的基因去了 好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 很快的看到这是在洛杉矶的报道 针对美国Stanford大学的校长 泰西耶拉文尼 他的科学研究的调查引发疑虑之后 现在这一位校长已经在昨天宣布月底辞职 泰西耶拉文尼是加拿大出生的神经科学家 2016期就领导加州这所知名学府 表示将会在8月31号辞去校长一职 不过仍然会留在校内 他是在一个科学家小组针对他执笔或共同执笔的12篇论文调查结果公布后 做出辞职的决定 朋友们7点18分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在这个美国新闻之后 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就是国际新闻方面 稍后和我一同关心 我们在这呢 借这个机会再度提醒听众朋友 在这个星期六7月22号 林心慧林教授将会带给大家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讲座 邀请的是九年级以上的同学和父母们和我们的听众们 希望我们的听众们带着你的孩子一块参加 因为孩子上了高中以后 课业越来越繁忙 而且成长的这个情形下越来越大 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决定也会越来越强 和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 也会因此因为双方的繁忙而转淡了 变得疏远了 也因为孩子的成长和父母之间的沟通 也会不如以前那么样子的频繁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座谈林心慧林教授所带来的呢 会针对九年级以上的学生 每一个学期他们应该要准备的工作 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已经有好的筹码 能够有很好的准备 那么当然除了学业之外 生活方面的触角要如何安排怎么进行 那么与会的参加这一个座谈会的父母们 你也会知道你可以从哪里提供你的协助 你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 去和你的teenager的孩子讨论沟通 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 能够真正不要因为成长而越来越疏远 那么你也可以提供父母们提供你的经验 甚至于提供你的人脉 帮助你的孩子在大学申请以前做好很好的准备 那么至于在大学的学费方面 林教授也邀请了就是专家来做分析 不管你的家的收入是否是高收入 你都可以合法的申请得到 在大学里边的学费补助 甚至于是全额的补助 那么这也是提供给我们的家长们 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不希望孩子在大学的时候申请学贷 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已经成为了债务人 所以事先做好 大学学费的安排预备 这是很重要的 如何来操作 是的如何安排如何操作 也欢迎我们的家长们 携同跟着你的 带着你九年级以上的孩子 一块参加 这个星期六下午两点钟 在光颜社 我们借用光颜社的这个会议室 带给朋友们的座谈 光颜社距离中国城 大概三分钟的路程 距离桥桥中心一分钟 那么希望朋友们请您要参加 请事先和德州中文台联系 打个电话 我们希望知道有几位 两位三位 或者全家也会参加 我们欢迎 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系一下 这样子方便 林心慧林教授准备足够的 这个重点文字资料 电话请打 7138391880 7138391880 好的 我们在下边就要带给大家 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了 首先看到来自奥克兰的报道 纽西兰警方说 有一名枪手就在今天在奥克兰 一处建筑工地开火 造成两个人丧生 而行凶者也在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中死亡 澳洲和纽西兰共同主办在今年的 女子世界杯足球赛 而在今天也正好是开幕 却发生了枪击事件 除了两个人丧命之外 另外还有多人受伤 纽西兰总理则表示 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威胁 女足世界杯赛事将会按照计划进行 另外则看到在首尔的消息 美国有一名士兵在18号参观板门店 共同警备区域时 突然冲过戒备森严的边界进入了北韩 这个事件因使得美国和北韩 在原来已经紧张的对峙中 陷入新的外交这一个漩涡里头 而北韩到目前对这件事情 仍然保持的沉默 平壤没有任何的回应 北韩官方媒体在过去 是曾经报道过美国公民遭拘留事件 但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对金恩世界发表任何的评论 接着我们再来看多伦多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正在对在美国工作的高科技 高技能的外国人在深感兰芝在招手了 要争取他们移居到加拿大去工作 这项计划推出之后也大受欢迎 短短两天就已经有一万人申请了 这一个报道说到加拿大政府 这个礼拜推出的这一项的特殊工作证计划 是针对已经在美国取得H-1B签证的外国劳工 这类签证持有人估计将近60万人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印度以及中国 加拿大移民部的部长 他的发言人说 发布这一个计划提供一万个名额 在这个礼拜的头两天就已经额满 在H-1B签证计划 是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国劳工来从事技术 工程和医药等特殊领域的外国人才 通常签证为期13年 是可以延长 如果遭到担保的公司解雇或资浅 60天之内就得要找到新的雇注才行了 好我们再来看罗马的报道 在意大利的媒体引述英国知名品牌的评估机构 品牌金融公布了全球软实力的指数 意大利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当中 是最具有软实力国家 排名是第9名 意大利在文化遗产的指标表现输给了法国 另外意大利所有得分当中 科学研究的指标是最低分的 是有待改善的 所以意大利全球软实力排名第9 现在看起来脸上有点无光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全球三大洲 在这个礼拜要迎来热浪 横跨南欧北非以及西亚的地中海地区域 面临将近是破记录的高温和野火的袭击 而却被科学家们列为气候变迁的热点 这个地区的海滩 海产 还有遗迹遗址 正保守威胁 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迁的问题小组 也汇整了地中海地区面临的五大主要威胁 包括了知名的热浪 包括小麦和橄榄的收成惨烈 还有水资源管理 引发的政治挑战 那当然了现在天气候是暖化 海平面也往上升 最后还有外来物种乳侵 是地中海现在面临的五大主要威胁 好我们来看一下不一样的新闻来自柏林 德国警方在今天说 有民众就在首都柏林的附近街道上 看到一头母狮子追赶着一头野猪 警方是在今天的凌晨首次发出相关警报 在柏林西南部郊区寻找这头外逃的母狮 同时还要求居民待在室内不要外出 在媒体说当局是一大清早出动了多架直升机 对这一个区域的周边地区进行搜索 敦促居民别出门吧 在目前在新闻方面还没有接到 是否抓到了逮到了这头母狮的消息 好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朋友们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到的 这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会见美国国务卿吉辛吉 习近平说吉辛吉是老朋友 也表示52年前中美处在关键转折点 双方领导人做出的是中美合作的正确选择 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吉辛吉刚刚过百岁生日 访问中国已经一百多次 两个一百加起来 习近平表示 使得这次的访问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另外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昨天说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晶片行业实施更多限制 中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肯定会做出回应 此外也针对台湾的议题 谢峰表示这是中美关系之中最敏感的议题 那么谢峰是出席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安全论坛 表示中国不希望发生贸易战或者科技战 如果美国对中国晶片行业实施更多限制 中国肯定会做出回应 那么表示中国并不会回避竞争 接着看到中国全国政协在这个礼拜二 礼拜一召开了例行会议 格局比以往是大大的提高 分析则指出 这和政协主席王沪宁身兼中央申改委副主任 兼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有关系 也反映出政协扮演着政策改革的新角色 在过去五年美季的经济数据公布后 全国政协都要召开座谈会 由政协的经济专家发表意见 也符合政协协商议政的功能定位 不过与以往相比 这次例行会议的规格大大提高 联系到全国政协的政府主席 在新一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 全国政协好像正在扮演的是改革政策设计院的新角色 也显示王沪宁的角色是相当的重要 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潘公盛也被认为 他会是下一届中国央行的行长 根据外界媒体的消息 潘公盛是具备技术官僚的专长 在中国经济高层中是得到广泛的支持 那么潘公盛一职也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一次全国代表会大会上 潘公盛并没有被任命为正式委员 暗示他已经被排除晋升名单 不过据熟悉内勤的官员则说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转而选用潘公盛出任中国央行行长一职 最主要是因为他具备技术官僚的专长 在中国的经济高层当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接着看到香港的报道 在北京日前宣布任命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董经伟 担任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 有分析认为 由国安部出身的人来香港担任这个职务是回归专业 同时也是要堵塞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破口 而在香港法院明天将会处理港府申请 禁止传播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 香港记协则说 律政司同意如果法院批准禁止令 就会加入保障记者条款 豁免报道或评论新闻事件时 播放或引用歌曲会被指是违法的动作 好的朋友们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在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为您播报 我们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亚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今天召开第三十届第三次礼监式联席会议 蔡文总统应邀出席开幕典礼 总统致辞表示 台湾的产业发展不仅要掌握世界趋势 更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而亚太是未来世界经济重心 政府这几年来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 已经陆续展现成果 去年对新南向国家贸易额达到1803亿元 出口额达到969亿元 都是史上最高 总统强调 随着国际经济战略的转移 印太在全球地缘政治与供应链上越来越关键 面对威权主义扩张 台湾也一定要跟各国持续深化经贸合作 共同建立具韧性且安全的跨国供应链 总统说 台湾要走向世界 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 我们亚总 各位台商朋友 都是重要的一分子 我要再次感谢大家对台湾的付出 也期待未来我们一起努力 继续深化台湾和印太国家的经贸连结 也共同为区域的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行政院长 陈建仁则在致此时详细回应 亚总关心的产业缺工及振兴 异后经济等问题 也介绍政府在近零转型方面的政策规划 与落实进度 期许所有海外台商和国内企业 跟政府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绿色产业转型 中金院发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为1.6% 比上次预测值2.01%下修0.41个百分点 宣告保二破工 其中外销订单及出口表现不理想 使得外需贡献从-0.22% 大幅下修到-0.93% 不过内需成长带来的贡献上修0.3个百分点 来到2.53% 主要来自于股市热络带来财富效果 加上役后解封推升民间消费成长 不过民间投资受全球景气低迷 和升息影响而衰退 中金院预估 今年谷底在第一季 之后将逐季回升 整体表现内温外冷 中金院院长叶俊显说 预期去护存会在第四季之前 大致上面会完成到一个段落 那以及AI相关的一些商机 可能会在年底或者是明年 会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再加上去年外贸的机器 相对的比较低的原因 所以我们对于第四季的成长的话 是有往上调 从4.51上调到6.11 叶俊显强调 随着库存区画告一段落 人工智慧AI题材爆发 渴望为出口迎来曙光 不过中国和欧美的经济情势 也将影响我国经济表现 后续趋势仍有变数 叶俊显也提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受景气趋缓 需求下滑和机器偏高等因素 为伏下修到2.1% 尽管原油和蔬果价格下滑 但17项重要民生物资价格 仍有上升趋势 需要密切关注 有半导体女王之称的超维AMD执行长苏兹锋 旋风来台 今天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货班名誉博士 他致此时指出 台湾确实是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的中心 而且台湾的人才 资源 创新 文化和精神 让这里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令人惊叹 他说 自己在这个行业工作将近30年 他非常自豪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员 因为他们确实一起改变了世界 苏兹锋指出 过去几年令人兴奋 但他相信未来十年将会更加令人兴奋 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工智能 他说 AI是真的以下十年来的定义 然后再次十年 然后再次 生产生的AI 实际上的这种想法 我们看到每个产品 每个服务 每个商业 在世界上会被影响 而技术 苏兹锋提到 20年前他在IBM工作时就曾听过 半导体萎缩正在结束 按照时程 现在肯定应该结束了 但事实上 半导体创新并没有结束 即使传统的缩放达到了一些极限 但人们总是想出新的想法 会进行2.5D或3D封装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缩放 或者添加不同类型的材料 所以在台湾 半导体的进步非常快 而且效率也非常高 这就是台湾生态系统如此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关心的是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即副总统赖清德 日前在一场造势场合中提及 因为蔡总统的领导 我们与白宫接近了 并称当台湾总统可以走入白宫 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美国白宫官员已经要求台湾 厘清赖清德的白宫说 对此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士凯今天表示 台湾和美国之间彼此建立了稳健 负责且蓬勃发展的关系 在各项事务上也有持续密切的沟通 确保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能了解 陈士凯在民进党记者会上也进一步指出 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白宫高层也有罕见出面否认 并没有为此向赖副总统团队提出关切 各部门也不会有所评论 赖清德今天出席全国会计师赖清德后援会成立大会时 再度重申继续推动蔡英文总统的四个坚持 捍卫民主宪政体制 维持现状 并透过四大支柱向国际表达台湾追求民主和平的决心 赖清德说 赖清德表示 他已经筹组民主大联盟 会在各领域寻求优秀人才 推动国家希望工程 将台湾打造成民主和平 创新繁荣 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 国民党全代会23号登场 将正式提名总统级立委参选人 国民党今天公布主视觉意向为翻转的方块 寓意政党轮替翻转台湾 重返执政 拨乱反正 国民党表示 这次全代会主轴是政党轮替台湾更好 届时党主席朱立伦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和蓝银执政县市首长共同上台 替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立委参选人加油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将出席国民党全代会 表态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在桃园出席活动后受访表示 很高兴能和韩国瑜并肩作战 一起守护中华民国 侯友宜说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众志成全团结出力 非常高兴能与韩市长并肩作战 大家一起共同的信念 守护中华民国 让中华民国能够安定环绕 据最新民调显示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支持度垫底 侯友宜回应指出 民调高高低低会作为参考 但最重要的是团结在一起 一起下架民进党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 可能前往上海出席双城论坛 侯友宜指出 两岸之间对等尊严务实的交流 是大家乐见的事 尤其双城论坛不是第一年举办 因此乐见蒋万安能去参加 大家一起建构两岸和平 以及对等务实的沟通 国内唯一获得世界田径总会 精英标签认证的市区马拉松 2023台北马拉松 将于12月17号 从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正式开跑 马拉松组今天下午4点起开放 登记抽签 半城马拉松组则是在8月15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 并采先抢先赢报名方式 今年台北马拉松鼓励跑友一起来跑动台北 没有借口 最大特色就是打破既有框架 在正式赛事前一天首度举办欢乐早餐跑 三公里赛事8月16号开放报名 同样先抢先赢 台北市体育局长王宏祥说 不常参加马拉松的民众 他可以在参加之前的时候呢 没有有这么大的压力 同时呢能够鼓励呢 全家大小呢 一起来感受国际赛事的氛围 所以我们特别这次在12月16号 也就是在我们马拉松 这个赛事的前一天 举办那个欢乐早餐跑 希望所有的民众 可以扶老西右西下带 一起来感受这个国际的赛事的氛围 同时呢 跑出健康 跑出欢乐 更重要的是能够联络 家庭之间的情感 呼应永续议题 今年台北市马拉松也加入 世界田径总会订定的 永续赛事标准管理规范 在每个环节中落实减碳 努力朝永续赛事目标 更往前迈进一大步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